上一次您发自内心的大笑是什么时候 快乐看似简单 却因为生活在受物质欲望凌驾的 现代社会中 人们不容易知足 快乐因此显得格外的可遇不可求 桑托斯教授的话要听 因为这是美国耶鲁大学校史上 最受欢迎的一门课 心理学与美好人生 从科学角度教导学生如何快乐 花心思认真看清楚眼前的人事物 珍惜每一段机缘 研究发现物质带来的快乐只占一层 其他九层反而来自人与人的温度 繁杂的事业或学业 还有逼迫每个人随时保持完美的社群媒体 长压的人喘不过气 要是累了 休息就对了 想要快乐的第一步 就要做到天天运动 静思 汗睡好觉 再来练习向身边的人 释出感谢的心 天天行善 更要增加人际互动 终结科技冷漠 从今天开始 在寻觅快乐的同时 发现满足与幸福 大爱新闻 留人好兵役